内生在中国火了 我是很早通过竞速上线大包子 视频回对低远的剧就知道它了 然后它关于流浪地球的视频彻底大火 流红是非多 社会上质疑声越来越大 我总结出四个实锤和两个不符合中国的情况 先说四个实锤 内生是不是CTO 内生说 它工作的视频公司制作了流浪地球 它是该公司的CTO CTO是科技公司的核心高管 是十分重要的岗位 BizFX公司声明中说 2018年9月 从BizFX离职 不是说辞职是离职 有可能自己离职 也有可能是公司要求离职 这有一个离职的CTO 公司的核心高管这么简短的声明 不符合职位身份 二 内生能不能入境到中国境内工作 这几份是内生以前的档案 美国法院网站公开的 然后我查询一下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 明确指出需要无犯罪记录 这需要前公共关系的BizFX公司回答 怎么寻找出五国法律漏洞 让有犯罪记录的人入境工作的 三 医疗系统中国好 装助中美对比 激发大家观影兴趣 然后又拉出纽约时报报道 中国掠夺性卫生保健系统的文章 批评纽约时报说假新闻 并且举例 中国医疗系统在全世界好报道 你没看过我不是药神 不怪你 周围中国人 贫习而论 这简直是毫无廉耻的假新闻 内生 你知道这点你有多无耻吗 你无耻到为了留在中国 说出弥天大话 中国的医疗系统怎样 我们不知道 医患关系怎样 我们不知道 因病之穷 动伤中央领导人发言 我们不知道 还往上医院了 他们是在打擦边球 中国医保不能跨省 并且只能到指定医院 还医疗费用便宜呢 我们是以药养医 并且只能在指定医院医保 跨省医保十分麻烦 四 内生在我的人生经历下 从一无所有到赚到第一个一百万美元 所以你改善了一家视频公司的技术流程 被猎头公司相中 邀请到新创视频公司当高管 然后接了电话 被通知母亲病危 领域 像现代彪 我们和电视室的视频公司 像赚斯var 并不ель的 vä了 这次os 我的女生和 cinco綠 aware i joined several critical parts of their work flow and was headhunted by a VFX producer and VFX supervisor to come work as director of technology at their new start-up company they offered me all the perks in the world part ownership of the company work fully from Home high salary and complete control over all the technical decisions of the company 那時我對你母親的情況感到遺憾 當我查詢資料的時候知道你母親是在2010年去世的 你的答案資料顯示2011年被視頻公司招聘然後調查到另一家公司是2014年 一個男人有兩個最重要的女人其中一個是母親 我不用忘記我母親在我腦中的任何記憶 我相信大家也不會忘記 但瑞森你在這點上有互相矛盾的地方 最後說一下不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一點 瑞森在介紹《流浪地球》影片中使用了低畫質的宣傳片 這時候電影已經上映 宣傳片也不是保密的影片 瑞森完全可以打電話給中國及同事要求高畫質的宣傳片 我想中國的同事完全會答應你的要求 這點在中國上算不上是個十 瑞森在騰訊歸圈採訪說 她是嚴格的管理者 我想她說的沒錯 瑞森一定是嚴格要求自己和他人的 不然也不會從人生低谷爬起來走上人生巔峰 但現在的視頻一點都不嚴格 中文翻譯很低檔 但字幕做的很差勁 字體每個視頻不一致 還經常出片框 和我這個業餘者一樣 前視頻行業的CTO在上傳前不會審查一下嗎 你怎麼嚴格要求自己和嚴格要求他 瑞森你太急躁了 2018年9月從BSFX離職 2018年9月出書 然後追逐中國的熱點 並且攻擊其他視頻主播 這些疑點我要問一下瑞森你到底是誰